也是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大概讲到有关 BMI 表单 也就是说计算 BMI 部分的话 我们从 Python 转移到 Django 然后另外的话 除了说可以传递参数之外 可以透过表单传递 传参数基本上 Django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可能你在 URL 上面 加第一个加第二个 接的时候就是 Request 后面再加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可以去接 第二种方法就用 GET 在 Request 里面可以带一个 GET 的方法 可以去抓到 我们传递给他的一个名称 用 GET 方法去抓 表单其实用 GET 方法去抓 当然未来表单 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不要用 GET 用 POST 不过 POST 有点像是我今天把资料 把它封装起来 那我不要让你知道说 我里面到底要传什么 不过的话 那个 URL 上面都会显示出 你传递的引数 那就会造成隐私上会泄漏 所以通常会用 POST POST 怎么做 我们后面会再讲 那 利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 BMI 做出来 H 输入体重 输入身高 然后产生 BMI 那 BMI 里面的话显示出来 要动态的产生一张的图档 跟动态的产生那个 CSS 所以也是把前面我们交过部分 再融入进来 其他还有像计算圆面积等等的 这个也是做表单的传递练习 那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计算整个圆面积的 另外的话就是 YouTube 的表单 那比如说 YouTube 我希望 我希望 之前我给各位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清单 那这样的清单当然已经很方便了 不过我希望更方便 就是可以把这些清单 变成一个下拉式的清单 当我点选其中 当我跑出这个城市之后的话 它会有下拉清单 把这些影片的标题 都放进清单里面 那并且我选取其中一个之后 按送出的话 它可以自动播放那一个影片 那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很方便的去观看影片 我讲过啦 反正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去观 因为如果影片数量很多的时候 那假设你一个清单 你从头看到我已经很不方便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先帮它分类 比如说第一个清单 第二个下拉清单 然后可以一层一层的去观看它的影片 其实这样的话 比如说第一次 第一次的话就把第一次的列出来 这样的话相对的话 还会比较方便 那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分两阶段 一个阶段是写固定的 也就是把城市固定已经写在里面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有讲一个就是 利用那个网路的爬虫 那这个爬虫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利用request 去把网页里面的原始码爬回来 但是他仅限于把那个原始码 整个网页里面的东西全会爬下来 然后但是如果我要抓到里面的一些要点 比如说包含它里面 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清单里面 这一个里面标题到底 它是 里面是什么结构 你刚刚右键检查 那你可以知道什么了 这里面这个清单 它在这里面的一些关键的地方 包含就是 它的那个html的tag 另外的话 就是css的类别 如果我知道html的tag跟css的类别的话 那基本上我可以把它从这个网页里面 直接就把它抓出来 所以其实beautiful shop 真的非常好用 以往其他如果你用java java应该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有这个东西变成你要自己写一个passer 我以前自己写好麻烦 有没有 你要去抓到哪个位置 然后那个位置到那个位置的中间 再把资料抓过来 而且你要一个一个去爬 它跑个回圈 都坏了回圈 把它这个全部爬完 那现在如果beautiful shop beautiful shop完全就不需要 因为你就直接怎么样 就用像我的习惯 我是用那个find find all find跟find all find的话是find一次就好了 如果是find整个网页里面的 你要找的哪一个tag 哪一个css的话 那你就find all 它就帮你把它全部找回来了 所以你只要找到特征 那基本上90%以上的网页 都可以完成这个使命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beautiful shop 当然beautiful shop里面还有更厉害的东西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不过我发现一个find跟find 大概就已经可以满足了 今天天气太好了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beautiful shop 这个东西其实在网路爬虫里面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你只要网路爬虫 你比如说说shop 只要至少你知道该怎么用 大概就已经比以前其他的那个城市来的强大许多了 我刚刚讲用find跟find all 或者另外还有一个叫slate slate也可以 不过slate跟find all其实还蛮像的 slate和slate slate css里面的那一class slate哪一个class 或者哪一个html tag的哪一个class 其实做法蛮接近的 我发现两者之间是相通的 所以后来我就不太用两种 反正我find all可以解决 我就不用slate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查查看 查到的时候的话 把什么东西抓回来 我们当然把里面的字抓回来的话 就是点test 所以它里面的test 它另外的话 这个a底下有哪一些class 有class找到 然后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个超连结的话 就href 所以你就找那个href 就是它的那个一个property 它的属性把它抓过来 这样就ok了 其实城市并不多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写的东西 基本上就大概没有几行 所以下载那个我们的html的标签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很简单的利用那个beautiful ship 里面 后面这个html 这个是固定的 有点像一个长处 反正你就固定一下 但它有其他的模式 不过好像差别只是说速度快一点速度慢一点 不过好像大部分都用这一个比较多 ok 然后我就把抓下来的html 它里面的文字 ok 点test就是里面的文字 把它丢给beautiful ship 帮我做什么呢 帮我做后续的 所以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我也有取名叫sp sp 这个物件里面的话就是beautiful ship物件 然后呢 因为 python跟java蛮特别的 像java比较强调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你一定要宣告物件 然后你一定要把它实体化 然后要做 所以你要写好几行 在python的话呢 一行搞定 而且完全不用宣告 所以如果你以前习惯写java 突然写python 你会觉得好像突然少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 感觉好像有点 突然空了好多 好像感觉自己有没有 好像诚实没写完 没有你已经写完了 它不太需要 还要去做那些java以前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python里面也可以写class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class 没有问题 然后用find all的方法 去找到a a的话就是它的take标签 就这个a的标签 另外呢它的class就是后面这一串 class的中间有那个空白的别名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全部的名称 或者是其中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找这个 plovideotitlelink这一个 然后找到之后的话 帮我把它丢回来 那如果是find all呢 它回来的就是一个串列 那如果find的话就是一个自串 就find一个 find all跟find 两个不一样 这个有点跟那个 我们开档一样 就是read life 加read life read life就是读一行 read life就读所有的行 然后呢并且把它这个结果输出 然后做成一个清单 不过特别注意我这边底下的这种做法 我上个礼拜讲过就是有两种方法可以输出那个网页 第一个方法就是产生一个template 就是html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直接干脆 不要产生那个网页 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网页 里面的html 就丢出去就好了 那我是采用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其实相对的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你还要再产生一个html 那还要再产生 那个 我们还在丢一些参数过去的话 相对的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把结果给print 如果这样跑完之后的话 理论应该 看到的结果就像那个上个礼拜讲那个下拉清单 应该有印象 所以 再来的话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给各位两个作业 就是把那个Yahoo跟那个ET Today焦点新闻 把它做成下拉清单 那当我下拉清单的时候 下面就产生它里面的文章 那那个文章其实你可以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test area 就是可以有一个文字的区域可以丢也可以 或者其他方法 反正就秀那个文章就OK了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是再来看一下 那个就是我们的 Python的那个里面 三之二部分 那三之二里面的话 主要就回圈了 那我们今天 待会要来看就是也许 这个前面都假设 加总 或者你们可以写一个加总的表单 请问一加到多少 那你按输入100 它就跳150结果给你 一加到多少 一个表单 它就帮你加多少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练习吧 那另外的话还有99成8表 不过99成8表我希望帮我做成 用一个所谓的那个99成8表的一个网页 Jungle版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输入一个9 然后一个 不是 输入 假设了 一个URL是9 然后呢 它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网页抓 就是显示出来 可是要怎么跑比较OK 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用空白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 干脆你用一个表格算的 我是比较推荐你用表格式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Jungle里面 产生一个99成8表 它的结果长得像这样的话 那我该怎么写 OK 就执行那个 长得像这个 这个是以前PHP写过的 其实PHP里面可以写 那Python的原本写 当然可以 可是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